我們現在在竹灣的造船廠 竹灣這邊的話大概有五六十隻貓咪需要結紮 因為如果不結紮他們就會一直生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病毒之類的 環境也會變得很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抓的這幾隻都是明天要送結紮 結紮完打完預防針驅蟲就會再圓放回來 這樣子 那你們從事這個活動大概有多久時間呢 快一年了 其實澎湖不只我在抓 其實還有蠻多愛媽都在各地方這樣子辛苦的抓紮 對對對 那我們澎湖大概總共有 你們估有多少隻野貓需要做結紮動作的目前 我沒辦法估欸 因為光是竹灣村就已經近百隻了 上次去池東抓也100公斤 那等於每個村落都有100多隻 差不多 我們要做結紮 對有些還超過